今天風和日麗吹北風,我決定要飛一轉北架山 由這個地點飛去北架山的波波大約是4公里左右 來回大約是8公里 經過這堆地盤,最重要是爬升,先高過他們,然後我才向前推進 來到九龍城都有一些高的建築,我都慢慢向上拉升 現在已經去到150米了 下面就是城寨公園,九龍寨城公園,然後在前面就是格仔山 格仔山前面就是九龍塘,九龍塘對上的山就是北架山 海拔457米 按道理,我的Mini Tour應該可以飛過山峰 現在已經爬升到400多米了,走了2.6公里了 看一看下面九龍塘,還有龍場道的高速公路 他現在提示我要自動反航,電量還剩下70% 那收的信號呢,大約是兩三架左右 好吧,開始看到那個球 Liam 爬升到461米 3.6公里了 已經很接近了 好了,那我要再爬高一點 好了,來到這裡拍一張照片 再拉近一點 那本來我想拍一幅360度的旋轉 螺旋那樣的 但是,失敗了 我鎖不到它的目標 那就算了 那我飛過去的頂部 現在我飛行高度呢,就是五百米了 剛剛來到波波呢,就是四公里多些 過了它沒問題的 但是,開始的信號呢 就一般了 由後面再拍一張照片 再拉後一點 OK,現在4.1公里了 那同樣是信號一般 那這個時候呢,電量剩下52% 那我就決定反航了 那基本上就完成了今天的目標 飛行8公里來回 那我們回去就慢慢再欣賞一下 沿途下面的美景 來到下面這裏呢,就是浸會大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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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些飛機降落呢,其實他是一個很適合的 在浸會大學呢 然後呢,就是一個很適合的 隱藏會大學呢,就是爲起來的 在浸會大學那邊就算是耶 浸會大學呢,是有個小山休呢 那真的假意說到,就是街上呢 一般的山拘捷 那現在呢,就是街上的一般開設 辸會大學呢 有些大學呢,就是街上的街上的街上 就會看著格仔衫 然後就掉頭 向著啟德機場的跑道降落 那我現在 都將高度拉回低一點 向著啟德跑道的地方降落 那我這個view就是 以前的機師 開飛機降落那時候 看的景色 那以前 九龍城當然是沒有那麼多高的大廈 九龍城 跟著就進入 啟德發展區 將來這裡就是一個體育城 的了 OK 回到來這裡 都要好小心的 因為不可以降落得太快 因為地盤呢 都好多陷阱在這裡 那些一支支掉鼻都好危險的 對 OK 現在差不多到 10班 原點了 OK 準備landing 那些小龍城 那些小龍城 都要是滿足的 一定是滿足的 我們應該要一支 我應該要一支 小龍城 去看 那些小龍城 看 要不可以降落 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